中共人大即將表決港版國安法之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重要聲明 指出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 香港或不再享有美國的特殊待遇 國務卿蓬佩奧27號發表聲明 他已向國會證明 香港將不再享有美國給予特殊待遇 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認為 今日香港仍在中國享有高度自治 蓬佩奧還表示 美國一度希望自由繁榮的香港 可提供專制中國一個榜樣 但中共正在按照自身模式改變香港 當中共日益否定其對香港自治承諾 港人起身反抗之時 美國將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蓬佩奧發表聲明和提交國會報告 正值中共人大表決港版國安法前夜 美國國會去年底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要求國務院今年5月底前提交報告 評估香港自治狀況 該法案授權美國總統 可制裁中共與香港官員 川普總統日前警告 香港若被中共接管 將很難維持其金融中心地位 他表示將在本週結束前 宣布非常強有力行動制裁中共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道 受伴答 sujet